早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王金平 标题王金平内容又是韩国语 617韩总62岁生日当天 贵宙司令的晶片被动式的被激活成功 想起来那些被他冲康的党内前辈 先让权贵王金平帮他站台 再让权贵王金平先宣布参选 再暧昧不明地继续被动 我是被动式的,被侦选 接着狂打权贵密室协商 长久以来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战后王金平就宣布退选了 与其参加奇奇怪怪的初选 不如从今以后全心全力秦总基层 接着韩总就继续开始恶心了 王院长今天做这个不参加初选的决定 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王院长想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王院长不想什么 他不想看到你 这个他们很清楚 要怎么让一个被坑的人更不爽呢 博宇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找时间我会再去找王院长跟他感谢 他就真的没有事先预约突袭拜访王金平 没带涂产反而带了整批的记者媒体摄影机 你不在高雄所以没有带涂产我可以接受 但你怎么带高雄最可怕的招顺来了 就是一句话 一个开口我是寿星你只能说恭喜 你看王院长这个惊吓更尴尬的笑容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看看韩岛整体演绎顺畅度 还能即兴演出好几句干话 而且王院长那个人是笑面佛 就是每天就笑这个非常保持笑脸 这个隐忍的像弥勒佛一样 不愧是眼儿优则倒的台湾民导 好不好谢谢 秀燕选择神隐造实大会就是忘恩负义 韩总过和拆金平的桥是为了宇宙正义 王院长米484没想到韩国瑜有这个脸来吧 想不到吧 那这样子见到他会不会有点尴尬 不会啦怎么会 我又没有参加出钱 那我们再 好各忙各的 只要两秒钟滑鼠一道右下角 目前订阅277300 迈向28万就差你一个惹 独秀燕 民进党有新潮流 有担任许多高官的派系 国民党有草包阵线 一个挤满各县市长的狂妄派系 北妙南于忠秀燕 这次不是草包阵线大哥发财侠的新闻 而是大哥发财侠的周边新闻 我觉得很无奈啦 比太阳马戏团还会寻演 不靠一碗卤肉饭 不靠一瓶矿泉水 就纯靠他妈的一张嘴 就能牵起十万人的就是我大韩神马戏团 先不要跟我说高雄人的生活 虽寒不投挺寒交友 韩神马戏团在凯达格兰大道精彩的首演之后 花莲场跟云林场也都爆满 主办单位决定被动的6月22日在台中举行造势大会 来自高雄的韩市长在台中被动造势 地主台中的卢市长却主动缺席造势 他也希望说党内初选大家公平竞争 那初选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团结一次对外 好好为台湾人民莫福利 初子上台中 秀燕不沾锅 连草包都不停草包了 那些年我们一起吸的谷关空气你忘了吗 当初秀燕也是跟着韩流不小心选上市长的 如今秀燕看风向不对就先跳船了 但没有关系秀燕可以选择不来 国瑜可以选择不知道 秀燕不到你的造势场分明怎么看 不是 我还不知道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什么都不知道 要不要打电话给金发局长 请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先回答我再回答 韩市长现在就是每天带着10万韩粉 第一次选一个蓝营的县市半造势 检查看看哪个县市长不挺韩国瑜 但国瑜这次做的绝对是你 一个正常的台湾人都知道 来台中找领导人绝对不是找卢秀燕 啊 大家欢迎 欢迎 欢迎 选新苏丹 苏丹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 面积188万6千平方公里 面积是台湾的52倍 是非洲面积第三大国 世界面积第16大国 4月时苏丹发生军事政变 国防部长宣布罢免独裁总统 推翻1989年政变夺权后 担任苏丹最高领导人30年的巴西尔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暂时接管政府 成千上万的苏丹人走上首都卡图木街头 狂欢庆祝终于可以拥有民主的权利了 这么厉害 只是媒体很少报道 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曾经说过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哥哥说的没错 因为苏丹军政府并没有要还权于民 于是苏丹人民又上街了 要求军政府将政权移交给文人政府 权力刚到手的军政府反悔了 对进座抗议的民众武装清场 真枪实弹直接扫荡全城 牵头屠杀 集体强暴妇女甚至活埋平民 造成超过120人死亡 目前苏丹全国大规模的罢工中 要求执政的军政府辞职 只有在文人政府与国营电视台 宣布以掌控大权才结束罢工 香港加油 苏丹也加油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